明天寒流报道 这一波的水汽比较少 民众不必期待下雪 不过公路总局就提醒 中高海拔的山区道路 还是有可能会结冰 车子一不小心就容易打滑 虽然是大晴天 但开车都得小心翼翼 一不小心就会打滑 这是民众在和欢山拍到 路面结冰的危险画面 小年夜开始寒流报道又可能重现 这波寒流水汽少 不会带来降雪 但更危险的是看不见的路面结冰 路面上的结冰只要非常的薄的一层 它就会造成打滑的现象 它往往在低海拔的部分是发现没有结冰 但是它一过了到比较高的高层的时候 它结冰的情形就会影响到车轮的摩擦力 公路总局表示包括通往拉拉山的台七线北恒公路 通往武林农场的台七甲宜兰之县 还有去和欢山的台十四甲县都要小心路面结冰 小年夜到初二清晨夜晚 公路总局将是结冰状况管制道路 到时候没挂雪链的车辆一律禁止通行 那假如我们评估晚上的时候路面会有结冰的可能的时候 我们会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将要办理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做公告 包括武林农场拉拉山的农场民宿 从小年夜一直到初二寒流期间 几乎都是定位客满的状态 公路总局建议民众开车去最好要准备雪链 并随时查询路况 记者林郑武城仓伟台北报道 上一波含害造成的灾损 根据农委会统计已经超过了三十九亿 农委会决定延长现金救助 以及低利贷款申请的期限到二月十九号 也宣布要放宽申请资格以及简化程序 拿起鱼蚊旁的鱼之尸体 驻云林麦寮的林先生说 他养殖一公顷的台湾雕 受上坡寒流影响灾情还在持续扩大 已经捞了十几天死鱼还捞不完 损失超过上百万 一月的含害灾损农委会统计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三十九亿元 其中又以台南市损失最为惨重 台南市长赖清德特别北上出席行政院会 为农渔民请命 希望中央能给予协助 而民进党团十多位立委 也邀请农委会专案报告 农委会表示已经放宽救助资格 只要受损程度超过百分之二十 就可以申报低利贷款 救助金发放资格 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弹性认定 同时也延长申报期限到二月十九号 以及简化程序 另外为了减少渔民损失 渔业书也已协调各区渔会 冷冻加工厂办理 冬商施木鱼除垢加工 也请各县市政府环保单位 进行渔施清运和焚化处理 防止水质再恶化 记者台北云林综合报道 劳动部劳保局公布最新一次的 劳保精算报告 劳保年金将在民国一百一十六年 面临破产 来到劳保局 民众可以办理劳保 退休给付等相关业务 而劳保局在今天公布最新一次的 劳保精算报告 按照现行制度 并以劳保基金收益率百分之三点五来算 破产年限和三年前算的一样 都会在民国一百一十六年 也就是十一年后 长期平衡费率是百分之二十七点三 而劳保目前实收的保险费率 是有百分之九 如果我们都不做任何改变的话 到民国一百零七年的时候 当年度的保险费会没有办法 支应当年度的保险给付支出 民国一百一十六年的时候 基金的余额便会出现亏损 报告中认为 因为人口老化 老年年金的勤领人数 从一百零一年金算的百分之六十五 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赤能年金从百分之十九变成百分之二十九 至于遗属年金则是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年资增加的影响 未来给付会逐渐提高 前藏债务也从六点八三兆元 增加到八点三六兆 劳保局认为要维持给付水准 费率就必须要调高 但劳团却不这么认为 老团代表建议 各国对于法定的劳工退休保障 提拨率一般都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下 或将平均投保的金资 采集时间拉长等等 政府应该加速推动年金改革 稳定财务状况 劳动部则回应 目前行政院已经财市 年金改革方案将会留给新政府上任之后处理 记者曹云彭奥组才能报道 食药署公布全台市售化妆品及查结果 总共有十七件产品不合格 其中有三款指甲油 被验出含有禁用成分甲醛 包括知名进口品牌OPI指甲油甲醛的农步超标83倍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不少女性会擦指甲油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一点 不过食药署最近稽查 全台市售指甲油产品却发现 这款从美国进口的OPI金色指甲油 被验出禁用成分甲醛浓度高达6221.5ppm 比残留限量标准75ppm超标83倍 技术上无法避免 有时候就是会残留一些微量的油理甲醛 可是在最终产品我们有一个限量 就是不能超过75ppm 我们是台湾区唯一总代理 所以这个商品的进口来源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确知 就是这个平行输入商 它进口的这个商品的安全性 而除了OPI之外 还包括台湾生产制造的SHIRS金钻光疗 璀璨完美显色指甲油 也被验出甲醛超标两倍 雪花指甲油编号805 则是被验出超标1.4倍 卢科医师提出警告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如果长期暴露或吸入 恐怕会引发呼吸道疾病 或是增加罹癌的风险 也许在使用当中 它挥发到空气当中 我们就可能会吸到 因为其实甲醛会致癌 很多国外研究都来自空气中吸收 食药署强调 所有不合格产品 都已经要求业者回收下架 并依罚除业者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15万元以下罚金 而医师也建议民众 如果发现指甲油有刺鼻味道 或者指甲有伤口 最好不要使用 以免花钱反而伤身 记者拉水平讲龙虾 特别报道